我们这幅是画傅春江 苏东坡里面他有一句讲得蛮好 他说啊 沙西极 霜西冷 月西明 沙洲的地方啊 西啊 极 然后霜的时候啊 下霜的时候啊 西感觉很冷 月亮的时候啊 月西明 其实都是傅春江 都是西 所以后面又记了一句啊 远山长 云山乱 小山去 那我们这幅画 我们试着再画 云山乱 中间这个乱子要这个表达 要取舍 末 笔末 对比性加大 然后做比较快 所以我们把飞白 把飞白把快门当中 走笔 中国毛笔的一个趣味性 把它留下来 表达这个苏东坡 云山乱的这个意境 但是你这个地方的乱 你要用旁边的暗 比如说我前面这边的房子暗 然后天空的暗 来把这个云气啊 秤投出来 所以有时候在画的时候 我觉得你应该先有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啊 让你信心足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你写生 那其实我画回去我画了好几遍 甚至画比较更大 那我一直在想 诶 看了书里面这个句子 你觉得非常好 你如何把这个乱子把它抖出来 所以我今天这幅画 主要是在表达云山的感觉 那云山它之所以动人 就是因为云过 云把山 山峰把它遮住了 所以叫做远山 云塞 就是云把它挡到 其实这些都是古人的智慧 我们如何在今天的三首画里面 把它用进来 当然这个跟以前的 龙龚旺的表现方式 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试着去体会它的心情 把它的精神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这幅画 我们再一次呢 去画长卷 当然在这幅构图上 你要特别注意到一个远近 远近 比如说这是比较近的笔法 然后在笔法当中 也呼应远山乱的这里 我们把它画死掉 整个让它气氛是 烘托在一起的一个风味 那中间的船很重要 各种不同的方向大小 然后跟建筑物的一个比例 在江面上产生视觉的效果 这些都是特别注意的 那么我特别把人也夹进去 这边有几个人跟画 好像是在看山 好像 其实它站的那个角度 就是炎子丁当初的一个角度 看到这个对面的沙洲 看到对面的福尊山的一个情境 我觉得如果画画 加上诗词的一个意见 加上你自己的想象空间 而不要完全被摄影 被写生 完全把你溶罩住 这样你发挥的空间很大 今天报复中将给大家参考